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蒙古文化 起源于中国移北的蒙古高原 蒙古人的祖先 在古匈奴和鲜卑族的格逢中 经过多个世纪的演变 逐渐壮大成为蒙古族 由于生活在环境严康的蒙古草原 蒙古族只能束磨为生 发展出一种强悍的文方同体格 成吉思汉 于1206年统一蒙古之后 除了举行首领大会 制定法律之外 他还规定每年的七八月 在草原水草枫美之时 举行聚会 在会上进行蒙古名为 博客的蒙古式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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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在内蒙的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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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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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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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蒙古國接壤之地互注木森旗 體會作為蒙古男兒的基本分裂 我小時候是一個暴力中成長 我爺爺一喝大兩杯就動手一腳打人 當我接觸了功夫之後 功夫給了我一個保護良力 保護自己,保護家人 本人練了中學膠幾年了 這次有機會去蒙古感受一下博克的褲膠 和中國膠和博克褲膠的分別 從中感受到大草原的文化 一、二、三、三、四 我不覺得自己玩開心武術 我練巴西奴術 通常對親的對手 都是一些二百多磅重過我的對手 而且當中的訓練是非常辛苦的 為何我這麼辛苦 就是為了可以挑戰自己 一天強我一天 我這次去蒙古的目的 最主要就是想肯定自己的實力 挑戰自己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每一個練武者都追求變強 好像我們在大城市、香港 為了追求強這個地步 我們會去做很多的訓練 做健身、舉鐵 找不同門派的對手去切磋交流 在城市來說 我們的確是算是強的 但問題是說去到蒙古 我們又算不算強呢? 根據歷史記載 蒙古博克起源於十三世紀 是蒙古人民長期生產生活裡 創造出來的一種傳統武術競技 和娛樂並重的項目 它起源於部落王府裡 雙腳手之間的比賽 隨著蒙古文化發展 博克成為蒙古節日 拿達姆不可缺少的一種 傳統競技項目 蒙古博克的特點 是在比賽開始之前 先有蒙古長調歌曲奏出 接著博克手就會跳著獅子無盡場 博克服裝規定有 膠服、膠褲、膠香、膠帶 比賽規則是不分年紀 不分級別 並不限時間 以身體膝頭以上穿地為褲 一覺定輸贏 博克比賽的十六強勝出者 軍會獲贈生口 以示鼓勵及尊敬 由於蒙古人天生好客 拿達姆的主人 邀請三位來自香港的尋武者 參加博克比賽 找你的名字進去就行了 好 我們在這裡一起來 報名 我李嘉 報名後 主辦者會抽籤安排 每次八位的博克手出場 一對一比賽 勝方會進入下一圈複賽 如是者 由早到晚 直到博克冠軍產生為止 一 救命啊 因為剛才我們拿到把子抓到之後 我又想把他送過來 他又想等我 然後幫我重心一塞 他又想掃我 但我發現如果我想欺騙他的重心轉換 我發現他們是拿得很實 我向右拉 想著他應該向左拉回頭 我會推他 誰知我發現他的下盤是夾得很實 他的重心基本上是拿得很實 然後就一踢 萬天難得 相當勁養手槍 我想要是船 他就得到 救命 呼吸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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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去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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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對手法 他們都很定的 而且他們一拿一撮 整個都倒下 那種膠法 硬正 那種膠法 那種膠法 很緊 而且很穩定 他的手指壓力 而且他的臉部真的很均勻 很均勻 我掃了他幾次,也掃了他不動 是不動的,動也不動 是吧? 他的臉部很均勻 我想用飛身剪刀腳 飛身剪刀腳 我掃就掃他不低,我就騎他下去了 但騎了你會先下地,你就輸了 這是最大的問題 而且他不可以抱他縮 就是規則 你強學抱他縮,現在抱他了 我試試掃他的腳 要搖,我想要搖一下 應該是,要搖一下他才認 問題是,一搶第一把手 一定要在這裡封鎖住他 輸了,搶 真是 無從入手 經過一晚的私糧 究竟三位尋武者 能否想出對付蒙古博克的方法呢 一天降,三位決定前往博克館 再次挑戰蒙古博克手 蒙古色術教,又名博克 在古代蒙古帝國裏面 有非常重要的意願 除了代表男子力量之外 很多時候 部落和部落之間的財產分配 甚至是紛爭 都會以男子之間的博克勝負作解決 所以,就算在今天的蒙古社會 博克手都會受到族人的特別重視 好像在蒙古包裏面 出色的博克手是會坐在中間的位置 表示尊敬 出身於洞烏旗,道德卓爾鎮的哈達 是著名的博克好手,強中之強 有六年不倒的驚人記錄 今天,他致力將博克技巧傳授給下一代 究竟怎樣才可以培養出這種男子之技呢 蒙古博克要學 最初就是要多些看 接著就要有專門的老師教你 這樣才學到博克 一定不是短時間可以學得好的 三位尋武者於是拜施哈達 學習蒙古博克的基本技巧 uy 剛才彈下去的時候 因為我捉住 可能有離心力有彈 我連腿都拔下來 拔下來的時候,一塊東西 摘在頭上 下巴都沒有背 都OK的 對,挺好玩 出來 蒙古摔膠的第一步 就是要將對手抓住 先這樣抓住 然後就要將對方 動起來 當對方已經開始動的時候 就要將對方摔倒 現在這樣 就是用手將對方摔倒的方法 他們兩個 現在就示範給你看 你要向上摔 不對,你摔的時候 然後另一隻手要到後面去抓 隨便去抓 然後踢他的腳,摔吧 對了 腰把它動起來 然後用腿把它踢到 剛才老師說 把把子摔倒後 摔在對方 一摔在下巴 下回去 還跌 就這樣跌 還跌 直歐 還為跌 直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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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博克開始 對決雙方就會正面相似 而少有閃避 更絕不容許 抱腿摔的動作 要踢低對方 就要用腳踢低 或者將對方整個抬上背 身上背 打的時候很重要的就是抓這個把位 這個就這個把位 但如果被抓住了 等於自己的行動被控制住 我說如何防守 那師傅說 如果被抓住 就盡量撕開 即是用自己的手 將對方的手 一推 那他的手就脫掉 一脫掉之後 你再重新找你的把位 即是大家互相搶這個 就位 誰搶到就等於搶到先機 然後就控制對方來動 譬如我現在抓住了他 他要怎樣防呢 他一撕就脫掉 抓住 這就是把手 就讓你解開那個手 其實他這個很大威力 因為如果你抓得越近 他一撕 有時候手會爆 你看這個手指尾 是吧 你先抓好 好 是 你要先抓好 手往裡面推 是這裡 下腰 對 師傅 剛才師傅說 因為我之前是這裡推 這裡推 你看看 推極都推不掉 但如果我把手 去他的內橋 不要推這個 二頭雞老鼠位 推這裡 這裡玩 你看看 很輕易就脫掉 下手這樣脫掉 然後上手怎樣 上手用肩膀 一脫掉 然後這一隻 一退 一退的時候 一退的時候 我順便就把這個 抓住 一個 兩個 抓住 一 一 抓住 剛剛老師示範的 其實是 就是我們 抓住 三袖 這個把位 然後一拔上手 這個把 再抓這裡 然後就把對方 不斷地向下拖 然後我就旋轉 把它拖下 這個 抓到這個位 昨天好像已經被人吃住了 對 一進入中夾 這裡 就吃住了 然後被人拖著 他又拖不住 然後他不吃 後面我又動不住 只要跟著他在前面 只要跟著被人戴 對 對 然後在戴的過程中 踢你 好 蒙古男子要學射箭 因為是男兒三位的其中一矮 以前是用來打仗和打獵的 是生存的必要之技 哎呀不中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你拉箭那一下 其實好像很容易 那樣 但是其實呢 拉箭和夾著這支箭那一下 是很難的 就是你看它好像很輕鬆 這樣就可以拉到很準 但我拉的時候呢 我的手已經在那裡 我打到這裡啊 我打到這裡啊 我打到啊 稍微往前快點 哦 再拉 那就 不會打 我就打到這兒了 就是這個位置 你伸直了就 嗯 就好打 平了就是 這個功夫呢 好像摔膠那樣 你一定要有指爪力 如果你沒有呢 你連箭都抹不開 像我剛才那樣呢 鬆手自己彈自己呢 就等於我們一拉把 一鬆就不行了 這個把手 一拿 就等於我們剛才的弓那樣 剛才的動作一模一樣 好嗎 OK 就是這把 這把我們叫做絲把 那我們練基本功的時候 我們什麼都沒有了 那我們就練弓箭來練吧 差一點 差一點 跟肩膀同闊 然後瞄準 衝 衝 真的衝 我都說了 是不敢的 不過呢 但是射不了 那些力 力不夠 力不夠 衝 今晚有 全洋煙食 請 蒙古的生活 每樣都跟體格鍛鍊 息息相關 無論射箭 術教 都依靠力量 而蒙古人 以肉食為主 也是力量來源的一大要決 而武術 則建基於力量的鍛鍊 對 這次我們來學 這個蒙古的 術教 學完之後 即是更加感受到 如果我們要發揮到一些 搏擊武術裡面的一些技術 你一定要有一個很大的力量 來支持你 即是這個力量很重要 才可以 弄出來 技術 一定要建基於力量 其實你去專注做一件事 在過程中 你會遇到 即是好像術教 跌低 起身 跌低再起身 你去專注做這件事 你越是專心做 你越是得到別人的尊重 若然你自己都對自己所做的事 工作也好 宿家也好 武術也好 都沒有一個信心 或者是信念的話 怎樣換來別人的尊重呢 不是永遠都是會贏的 有時候做人的事 就是可能輸了 但是你要懂得 起身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在失敗當中 我們都可以學習 其實甚麼事都是 一定要 一定要是這樣 騎馬 是蒙古男兒三藝 最危險的一藝 因為蒙古馬野性難迅 三位尋武者 張勇赴馬長 並相約一班蒙古薄黑手 作一次正面較量 透過十一間的小營 經過一星期的薄黑訓練 李家、盐少強、曼兆姬 決定商約一班蒙古薄黑的人 作一次正式比試 跟他們玩一下 看看自己有什麼地方有些不足夠 可以之後再改善 男兒膽氣、本色 一定要拿出來用 焗盡它 絕招嗎? 絕招沒有 都是見步行步 但我真的很想嘗試用剪刀 看看剪不剪刀它 一起跌也好 這次來的蒙古薄黑手 都比較年輕 身形也不算高大 一二三 是 是 剛才被他摔下了 被他拖住的時候 我一直向前蹤 然後他突然轉了一個方向 然後我又好像圓形地捨在地上 我嘗試用油斗 但是被他捉到 依然都是捉緊了 然後借了我的勢 再倒極戰略 我來看見他們的交感很強 一鬥了硬馬就跟我鬥軟馬 在變化那裡差了一點 硬和軟馬的相差 撕得很強 撕得很好 因為上盤的力量很猛 下盤也很穩 那我就趁著他捉住我的時候 攻他下盤 用剪刀腳 這招其實是大家一起跌 對 再考慮戰略 再考慮戰略 好 你說新型新高說那樣東西 其實他們蒙古人跟我們 高度說那樣東西都差不多 但是你硬硬就是 你做到那一下動作 為什麼會弄不掉它 這件事我一直都在想著 你說做不到那個技術嗎 又不是啊 做到啊 但是我就是叫他不低 在短時間內 單單的博黑訓練 似乎幫助不到三位尋武者 有致性的把握 究竟以漢人的體格 怎麼去面對蒙古博黑手呢 為了解決這個疑問 三位尋武者於是去到北京 請教中國式教教師傅 希望得道之人 請教我們 請教中國式教教師傅 請教武者 致力殺爆發 請教我們 不用再看 請教武者 請教師傅 不用再看 請教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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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作 如草原习惯了骑马 这俩腿天天跟马干就这样 都对对对 咱们要破坏他的 怎么破坏呢 破坏就是利用素领 带动他起来 活动 往全部用力 我往后用力 对吧 对对对 对你用钱 中国新书街可能会有左右庄之分 但舞式不是一来就 咬 砰 捉住了 那么稳定怎么办呢 想办法动他 譬如他一移动的时候 我一拉他 他一定是向后坐 我这样拉他向后坐 他向后一坐的时候 我就一送 咦 这里他 再推他 就是让他的众生出现前后的倾斜 前后的移动 来这样去欺骗他 但说就容易 我们未必真的做到 要试一试 练一练才行 一直在游户上 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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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仇奋之后 三位寻武者觉得 仍然要在力量上加以锻炼 所以决定回去已经冰天雪地的蒙古 进入蒙古包 了解蒙古男子的力量来源 所以决定回去已经冰天雪地的蒙古 好帮忙 好帮忙 自信心很强 一骑马是另一个人来 整个好像有种冲勁 他动的感觉好像一座大山 我觉得他是骑马 唯一应付这场环境 而一定要做这件事 他不足的 但他向后移动 但他向后移动 請問到時候要不及 感覺到 馬一定會在馬製裝架 因為如果架的位置虛了 夾不到馬 你到時控制不到馬 和你的手也一樣 所以它的架一放 全都是這樣 這個就是基本功 完全是基本功 經過北京受訓 並且親身體會蒙古人的生活 嚴少強的薄黑技巧明顯進步 可與蒙古的對手不分勝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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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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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打這個人多嗎 沒有小感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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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来到蒙古,男人就出去工作,是辛苦的 辛苦完一轮后,他们回到家,他们蒙古的女人就是处理蒙古包,家里的东西 男人一入蒙古包,很冷,女人已经准备好一碗奶茶给他 然后他就像大爷那样,躺下,坐在蒙古包,喝他的奶茶,休息一下 其实你见到他们家庭的感觉是给你一个很温暖的感觉 一入到他,是很温暖的,如果作为男人的话 我觉得蒙古的男人力量的来源是来源于他们的蒙古包 蒙古包里面有他心爱的人,蒙古包外面有他们赖以为生的羊群 他要保护这一切,他要去照顾他们 他们日常生活,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天敌 因为他们大草原,他们要面对的是冬天很严寒的大风雪那样 自必然他在一个这么恶乱的环境下生活,就会形成了蒙古男人那种责任感 你有这样的压力下,你一定要逼使你去和大自然去搏斗 很压力,很压力 蒙古薄黑的要杰在于力量、胆识 下一节三位寻武者将进一步挑战自己的力量 加强自己的胆识 在蒙古草原上最内劳的动物是洛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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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洛铛 刺激 你还没准备 好 好 有来 有来 killed 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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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人的鬥志堅持 因為他熱又不怕 冷又不怕 好種適應環境的能力很強 如果我們練舞可以把精神化下去 就可以排除萬難 甚至乎環境因素都可以征服得到 可能我也挺期待這類型的生活 我們沒試過 而且你會覺得這些生活雖然在大自然中 你要很艱苦地生存 但我覺得變相是一種鍛煉 對於每一個蒙古的男兒 能夠擁有純服一頭野落駝的力量 就能夠得到俗人的崇敬 這就是一種鍛煉的 很艱苦地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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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駱駝 我一捉到駱駝駝 這些敬歷根本就是我們乳生俱樂 那些動物也有的 你看他們的敬歷很大 可以整個人磋起 支持我們國黑和國黑手打 練的時候我們發覺他們的敬歷 為什麼可以這麼大 就是透過這種動物的接觸 變成了一種很原始的那種力量 練什麼都好 一定是有一個辛苦的過程 無論是打球也好 游泳也好做什麼運動方面的東西 在這個這麼大的草原裡生活 需要很大的很強的意志 很強的生命力才可以做到 武術比較最大的快感就是 那種刺激 跟對手打的時候不斷應變自己 你不知道下一段時間會發生什麼事 這件事是我覺得最刺激的事 我對自己的要求很嚴格 因為你要對功夫要有承擔 你一定要吃不苦 因為你去到別人的地方 我對他們的一群人的經驗 你很難跟他們平排 你一定要勤力過他 武術對我來說已經是一種生活 他除了技法之外包含他一些生活的折磨 不會有最好的武術 但一定會有最適合自己的一些技法 我會用最舒服的狀態去跟他們交流和研究 你一定要來做 在內蒙的西烏奇 每年的冬季都有一場大型的駁黑比賽 參加的包括不同其中的駁黑精英 三位寶武者 膽粗粗勇往復戰 希望了解一下自己 能否應付最大的挑戰 感覺真的很快 好, 你先試試一下 都要照顧打, 都要 好, 我沒有想人, 我打算下桌子 我打算是羊羊 可以 你的羊羊也要吃得很久 你看看, 高哥 我想他們很多是職業的 是, 全職業是職業的 西烏旗有薄黑之香的美語 歷年出過的薄黑名像多餘繁星 所以前來參加的薄黑手都拼命 恨不得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摔到對手取勝 以應戰下一個遇合 最終能夠坐上西烏旗 薄黑之王的寶座 想當地的一床場 請坐 做個大宝珍 吃 去車 打開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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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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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了,差點了 好可怕 現在好像不能周旋 我們做了純於樂台之後 交結結束了 起碼不會這麼容易落下 最重要是冷靜一點 不要怕 算了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改善 還有要堅持自己 對功夫的結成 不要放棄 好可怕 感覺上剛才搶把那裡 搶虧了一把 我試過之前學過斷馬的動作 斷不了 你不知道他想捉你去哪裏 哈哈 真的大力 然後我們可以打 一過來,我抱一隻一隻 然後他的腳就離開 整個打下去,很帥 我們以前練武術就會刻意去追求變強 很刻意去做很多的訓練 做健身就做,舉天就舉天 然後打沙包 然後找人對打等等 但是來到大草原 然後讓他們輕言易舉地摔下 有一種其實對我自己 都是一個挺大的打擊 來到蒙古 我才真正感受到 甚麼叫藍兒的氣概 他們不論在托克牆上也好 在大草原的生活也好 在馬背上也好 他們那種堅持 那種毅力 是我看到真正所謂的man 藍兒氣概不是裝出來的 不是像那些模特兒一樣 有肌肉等等 是他怎樣把你的心理質素改變 濃古人 他的環境改變了他的心理質素 他一定要變強 對家庭的承擔 對家庭的承擔 完全體現到這個 藍兒氣概 但是這種草原的藍兒氣概 可不可以在我們人生裡去實踐呢 我想我們要更加努力 這次… 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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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沒有掃浮 也有很多人 這次次會馬尼西亞的 這一次大海 連此晴天 十三次 二次 十二次